这是我们关于安房 安房类的 那么乐 那么乐 那么这个乐呢 倒是我们说 现在也不好说什么乐 这就是怎么去玩 但我们呢 只是说利用现成板子上的一些模块 来做一些什么呢 做一些那个跟这个娱乐啊 或者跟生活居家有关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这呢 直接提名叫做居家模块 居家模块 那么大家知道 当然居家呢 一般主要有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窗帘 对吧 我们有可能会通过光来调节 这个窗帘的情况 然后根据光的情况来调节灯泡的 明暗度 对不对 当然这些都是要有外设 因为我们说毕竟 光有一个空板子 也不可能说就全部把这个 那个具体设备操作起来 对吧 你所谓肯定要外设 但是我们说原理是一样的 每一个那个模型 实际上就是一层一层的 然后呢 可能我们还涉及到温室度传感 对不对 然后甚至来说呢 可能我们现在还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房间很大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网关呢 可能只是 它有的是吸顶 就是它那个吸到那个楼的 你们最上面那个楼顶上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所有 然后呢 它在房间的各个角落中 会放很多很多的什么 传感器 当然这个传感器呢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简单的物联网 就物联物体的连接感知层 然后这些层次的数据呢 其实它会想办法怎么的 把这样的数据 向我们的什么 这些中心节点去干啥 发送 发送 就是说你相当于它这个地方会做一个汇集 然后通过汇集的情况 它会在智能的去调节它 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光明 它比如这个这个传感器专门去取光明的数据 然后把这光明数据呢 通过某些方式给发出去 比如说这个币啊 比如蓝牙啊等等 这些方式 它可能就会发给这个核心板 发给这个核心板过后 这核心板呢就想办法怎么 诶 获取到数据好吧 获取到数据好吧 获取到数据我们处理嘛 对不对 处理办法干什么 去调节它嘛 比如调节什么呢 比如说它可能就会这样来做 它可能就会命令 你比如说窗帘嘛 它会命令它的一个 当然窗帘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反正就是相当于 可以把它那个前后左右拉 或者是做一个什么样机制 能够让这个光的透度 然后跟这个光明的数据 最后达到一个稳定值 好了 它就不调节了 对不对 可以做这个事情啊 当然这个是根据你要设置一个光 光照的一个强度 就说你到底是想光强点好呢 还光弱点好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现在很多温室大鹏 对不对 就是咱们实际的工农业生产中 它可能要求的光的那个敏感性很强 比如在做一些很重要的实验中 我们可能必须在满足 什么样的光照情况下才能允许 对不对 那么这个都可以做一些更细致的 更细致的数学或者数据的一些规范 但原理是这个 同样的我们可能也会采集什么温湿度 对不对 比如说温度高了 有烟雾或者有什么东西 是吧 我可能马上拨打119 然后把这个部分的照片 是马上发给它指挥中心 你看到底是你抽烟呢 还是确实着火了 对不对 如果发现确实是着火了 马上消防车就过来了 对不对 同时呢 当然如果是针烧火 它这个地方呢 原原水解不了尽渴 对吧 这地方呢 可能还会去做一些什么 喷水设施 对不对 反正就是说 这实际上呢 就是会有一个联动机制 看没有 实际上都是有这样的感觉的 所以你看这就是核心层 核心在聚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说这就是数据的什么 内部传感 传感 然后这核心的处理数据的一个模块 好 所以大概举这些例子嘛 反正就说因为可以可扩展的东西太多了 对吧 太多了 只要你在市场上的一些电子爱好者的那个论坛啊 或者是那个你们当地的一些电子市场啊 去你去逃嘛 对吧 你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一些小东西 对吧 小传感器啊 红外啊 对吧 温度湿度啊 什么那个包括什么传感啊 重力传感啊 等等这些是吧 你都可以去实验一下 好 这就是关于智慧家具的一个情况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看看啊 就是大概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相当于把乐和G呢 我们就是大概分了分了一块东西啊 分了一块 分成什么呢 第一个是温室度采集啊 温室度采集呢 我目前来说呢 可能会考虑两种方案 第一种是直接在我们的网关层上接那个传感器 就在网关上直接扩传感器 就不咱们不不不不再再买一块板子 就再单独做传物那个数据采集啊 就是这个时候 当然这个这个就涉及到你的那个Lilus驱动了 对吧 然后第二种形式呢 就说 比如数据量很大啊 比如说我们厨房 它可能有油烟啊 然后反正就是很多吧 然后就很包括什么冰箱的温室度啊等等 这些反正都可能都有关系吧 对吧 反正就是这个数据量可能很大 但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光阶一个传感器不够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会考虑这个问题 比如说比如说这是厨房啊 这是厨房 然后这个呢 是我的那个中央处理器啊 中央处理器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厨房呢 它这个时候肯定里面是会有一个什么 一个专门的设备 把整个厨房的这个小空间里的所有数据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采集 那么这个采集呢 就是所有数据都进行采集啊 然后采集完过后呢 这样的东西呢 最后把这样的数据交给我们的核心层 然后这个核心也就是我们网关层 网关呢 最终的把数据怎么的 根据它数据的情况 然后去命令这里 这个地方有个相当中央控制器的感觉啊 然后调节 比如说吸烟的能力啊 吸油烟嘛 对吧 或者是火的情况啊 对吧 反正意思类推吧 就这个意思啊 甚至来说 比如说现在还有些 那个国外做的比较好的 还有一些什么可以炒菜的啊 因为我们 因为我不出师会 不是很清楚 炒菜到底是该怎么 有什么样的那种 就正规流程啊 就是这种情况啊 炒熟没问题啊 但是怎么做好吃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国外它有些智能设备都已经具备了一些什么 可以给你的口味啊 然后你就输嘛 你输想多少东西 他就把数据传给这个核心器啊 然后这核心器呢 然后就想办法就把这样的火啊 温度啊 湿度啊 还有就是什么加热时间长短啊 油炸的这个程度啊 反正就很多吧 很多参数 然后给你控制起来 控起来过后呢 然后你这个美味可口的菜呢 其实就出来了 然后当然你还可以这个具体啊 具体就是干根据其他的情况来看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充分利用我们板子的现有资源啊 就我们板子之中不还有一个风鸣器吗 对吧 那个风鸣器呢 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接口 叫PWM啊 PWM呢 实际上在很多场合下 我们都可能都会用得到 PWM的这样一种核心技术 就是说它可能会通过迈充宽度的调制技术啊 来控制一些电机啊 控制一些相应的外部设备 那么只是说我们这是控制风鸣器了啊 可能给大家能够感受到一个感觉啊 像很多智能设备中 比如说什么 有些接电器 就比如说我们开关啊 然后包括灯的那个明暗度啊 明暗度 就是我们不是要有时候要调节灯的明暗度吗 甚至来说 我刚才我们说拉窗帘 它怎么拉呢 它实际上要靠一个电机嘛 对吧 就是小 实际上很小的啊 然后你要把那个 就是要做一个滚轮的一个移动啊 那么这些内容啊 包括你风扇调节啊 就像我们有时候 那个 嗯 咱们说不说家里头吧 就比如电脑那个风扇啊 它其实它有可能 可能会有转速的情况 对不对 那么这种情况 一般很大情况下 我们可能都会用到一个PWM 这样一种技术 进行一个调节 所以说这个技术呢 应该用的非常广泛 那么只是呢 我们现在呢 就是 嗯 为了不让大家又买一个风扇 买个什么其他 没有意义 对吧 我们就用我们板子四代的风扇器 我们来了解一下PWM技术的一个实现 然后呢 当然这个风扇器很好玩啊 还可以唱歌啊 就说实际上这个歌呢 当然不会很好听啊 它不是玩P3那种歌曲啊 就是不是有什么混音啊 那很多音效啊 它实际上就是Doremi发Solat 7 通过这样一种 那种 就是整动的方式 整整动出不同频率 当然声音稍微显得不是那么优美 但是呢 调子还能听得出来啊 所以说这块呢 我们可以通过风扇器来报警啊 然后呢 当然我们说不报警呢 咱们也可以做一些配置 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一种功能 就是 就相当什么呢 相当于 就在线乐谱啊 当然这个很无聊的一个小游戏啊 就是你把Doremi发Solat 7 这个地方给你选好啊 我们稍微简单化一下 就是这个只是 就是这个技术可能不一定能用得到啊 但是呢 这种技术的思路是用得到的 就说比如说我通过这个服务器啊 建筑式网络服务器呢 我们把这个 Doremi发Solat 7 这反正放进去 对吧 然后呢 我们通过选择 第一个第一个音符 第二个音符 第三个音符啊 大概把它选上过后 选完之后 然后呢 按照 然后他就把这个配置信息啊 就相当于 发给我们的这个网关 发给我们的网关 然后网关呢 收到这个信息过后呢 他比如到一定时间过后 就按照你 谱的这个乐曲 或者说你直接按播放 好了 他就按照这个 你谱的乐曲啊 给你放一首歌 对吧 放一个 很好 也是相当一个小游戏吧 就是玩一玩啊 当然这个呢 主要目的倒不是说 为了大家 当然大家一定要谱一个 都好听的歌啊 他主要目的是 来大家来思考一下 如何把 就是这种配置信息 发送给服务 那个我们的网关层 因为我们说 你如果能配它 换句话来说 其他设备是不是也能配 那么这种信息呢 应该是这种开发模型 也是我们在现目前的 软件工程中 利用比较广泛的啊 就很多同学呢 其实刚刚初学的时候呢 给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 诶程序好像能写得出来啊 很多功能也不错 但是呢 它这个功能啊 就是就是 冗余度非 呃不那个 呕合性 呕合度啊非常高 就是如果你要想换功能 真的要重新全部都重新编一遍 然后然后再重新烧一遍 也就是说 你每增加一个新功能 我们的整个系统全部要升级一遍 所以这个呢 当然我们对于初学者来说 我们倒是不在意这个东西啊 但如果说我们是已经有一定工作经验的 来这提高的公司来说呢 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呢 在这样的软件设计中 我们尽量能不能把我们这个系统啊设计的 呕合度低一点 就像这样这样的乐谱 如果我不写死啊 不写死 而我只是一些什么 外部的一些选择性的东西 然后进行配置 然后就告诉给他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这个核心版都不管了 具体用什么东西 是不是用户这块来来进行更改 对不对 这样的话两个功能子模块的呕合性 就变得非常低了 这个呢 当然大家也可能知道啊 在软件设计中 非常在乎的什么高内聚低偶合 对不对 就实际上就这个概念了 好 当然这个内容呢 我们都会都是在那个 都会在具体的实现中 我们都会去思考 去想一想 有没有什么办法 更好的去解决它 好 这是一个居家模块的 啊 这一句话 因为 股 我